老闆,我又有問題了 你有什麼問題? 就是我最近講電話 你知道耳朵就一直聽到一件嘰嘰嘰的聲音 我的耳朵真的很痛 但是我覺得這應該是大家的問題 像我們現在3C層影證 就是常常講手機的話 其實對腦袋啊 還有耳朵這些東西 是不是都會有一些傷害 怎麼辦? 所以你意思是說 可能會有一些電磁波嗎? 對 對不對 沒錯 還是你本身人就自帶電磁波 我電力就是蠻強的啦 好 但你剛剛這樣講完 我應該有一個解決方案 大家要聽之前 歡迎先 登登登登 321 開始 什麼解決方案 我覺得方案 其實 跟手機的保護有關 那手機保護 其實以現在 我就是用手拿這支iPhone來說 你iPhone 其實最常要用到什麼? 無線充電 對 但無線充電 你有沒有一個痛點? 每次對都對不準 沒錯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就像你剛剛說的 有可能電磁波會怎麼走? 該怎麼辦? 怎麼辦? 對不對? 還有第三個 有時候無線充電呢? 你可能只能在辦公室用 可是有時候你要開車 那又該怎麼辦? 對 怎麼辦? 可能要買兩個商品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家裡放一個無線充電板 然後車上再放一個無線充電板 沒錯 好麻煩 那如果剛好有一個東西是 它還可以阻擋電池模式還不錯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來實測好不好? 好 那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呢? 就是 這裡 這麼多 三個 三個 為什麼是三個呢? 我一個一個開箱給大家看 好 我們先從 手機殼開始 這個手機殼對不對? 我剛說的手機殼呢? 先把它打開 這個殼 有沒有看到? 它是 皮套式的 對 皮套式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我今天叫這個殼啊 大家有沒有看過以前 有一些影片是 你可能信用卡 會被人家 倒刷 對不對? 它這個殼 你可以把信用卡 放在這個 防盜刷功能 對 它這邊就有個防盜刷機制 哎唷 這個地方還可以放悠遊卡 還是可以讀取的 放進去 蓋起來 就可以去刷卡了 再來第二個是 你看喔 你先看喔 他也是磁吸的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他就變成一個獨立的殼 對 他就是一個獨立的殼 好 你可以這樣獨立 你看 有裝上去 非常的方便 他有花紋 有跟他的殼配到 一樣 我們介紹殼 大家看一下 他有沒有高於螢幕 他是剛剛好跟螢幕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有貼玻璃貼 對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可是如果他吸上皮套 其實他就有保護到啦 好 你有沒有看到我剛剛這樣丟上去 那這個皮套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除了你剛剛說的防盜刷 他當然就是防電磁波 所以我講電話的時候 對 就可以 我跟你講 我今天有特別跟這廠商借了 什麼東西 東西來實測 好 就是說測到底電磁波 有跟沒有 跟沒裝的差異 好吧 那我們最後再來測 好 那我想一一先介紹完 好 所以第一個 這個皮套 它是磁器的對不對 對 那再來呢 我剛剛講的 噔噔第二個 今天是連開三個產品 好 你看喔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呢 閃電俠嗎 等一下 我把它打開對不對 對 假設這樣對不對 我就從此以後不用再對位置了 就無線通電 OK 但要接線了 你看 是不是磁吸 對 那事實上 其實你有沒有看到我手把扶住 對沒有啦 因為它下面有一個要黏貼的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實驗人的膠 所以你先把它黏在某一個位置 它就可以這樣磁吸了 所以它其實 調角度 不只可以放在家裡用 對 放在公司也可以 放在公司 甚至 這個可以吸的話 它是不是可以直接放在車上 可以啊 你可以把它黏在車上 就是吸在前面那個地方 是不是就可以共用 很不錯 它都不會掉耶 有沒有 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一般有時候又車架 它有時候可能會掉下來 你就變成是邊衝 然後邊看影片 哎唷 對不對 磁吸 布力有點Good的 是不錯 哎唷 拿起來 其他系列還蠻強的 好 拿起來以後呢 我們來看 它這個就是你可以自己轉 有沒有看到 對 然後 好了 好了 停 我知道 未三歲 那這個呢 它的 是多少瓦呢 這邊有 多少 它是5V2A跟9V1.6A 也就是符合 10瓦 它無線充電可以5瓦 7.5V跟10瓦 哦 好 好 那再來呢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第二個就這一個 這又是什麼 這一個 這算第三個了 剛剛手機殼 這是一個 第三個 這個呢 是 無線充電的行動電源 一樣 它是10瓦的輸出 10瓦就是快充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電池的容量是 10瓦 10瓦 MH 其實很方便 那我們要把檔開看一下 好不好 好 來 這我都說第一次拿到 所以我只拿 來 哎呦 我附一條線 充電的 這是1萬容量 好 有沒有 1萬容量 而且它也可以 如果你今天沒有無線充電的話 這邊也一樣可以插孔 OK 兩孔 兩孔 然後一個Type-C 哦 不錯耶 不錯對不對 那重點是 我既然講說它幹嘛 無線充電嘛 所以 我們來試試看 哎呦 你看哦 它也是磁吸 磁吸 它就不會掉 不會掉 所以你這樣子放進包包裡 或者是 拿在手上的時候 喂 也不會掉 我就在你對面 哈哈 你看它這樣 哦 再一次 哎 你知道你剛剛摔下來不會怎麼樣 是因為你這個殼好像它可以防摔 這樣對不對 對 它是防摔殼 是很不錯 對 很舒壓耶 今天就這樣 我想看一下那行動電源 啊哈哈 掉下去了 你真的是 行動電源介看一下 我還沒玩啊 那幹嘛 因為我就這樣介紹完了嗎 對啊 我先拿起來對不對 你還在幹嘛 後面還有個架子 架子要幹嘛 架子啊 然後呢 手機再放上去 就可以看影片啊 這樣比較有感 角度水泥條 所以說像我雖然不是 有沒有 不是 無線可以無線充電的手機 但是我可以接線 我也可以變充電 變追劇 可以啊 你就把線我叫你 今天如果你是只有接線對不對 我先做一個 然後呢 但是 我有這個殼之後 對 你一樣可以接線接出來 哎唷 就可以使用 這樣很不錯 我講到最重要的地方 什麼 我們來測一下電池 好 我們現在在手機這邊 你要展示什麼 我們來展示這個 這個是電池波的測試盒 最下面就是高頻電廠 就是我們要去主要看它的數值 你看喔 我現在蓋子蓋上去 表示說它有什麼 它已經有防電池波對不對 它是UW 這個有點像U有沒有 W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 維瓦特 維瓦特是好的 維瓦特 是不是 維瓦特 現在把它打開喔 好 你看喔 他現在開始在偵測對不對 對 對 然後 有沒有 變MW了 MW呢 是什麼 MW呢 是好瓦特 所以好瓦特其實是大的 你有沒有看到 對 你有沒有看到 對 剛剛是一直持續就是UW對不對 對 但是你可以看到現在都是 你有嗎 有 所以 怎麼樣 所以你有發現到 電池波 其實還是蠻高的 所以它這個殼 還真的有效果 這樣真的就能解決我的問題了 對 其實 這個牌子 Tim嫂他之前 也有用在他的舊的iPhone身上 對 其實我們就是蠻熱衷買這些 電池波的殼 因為我們真的覺得講電話講太久 你知道女生嘛 對 而且我們現在講的已經不是傳統的講手機了 因為其實我們是講網路電話 那個是不是會造成更嚴重 對 有時候你可能 所以我覺得啦 剛好 你看他有 皮套保護 防電子波 還可以防倒刷 然後呢 又是磁吸式 然後這個殼 掉下去 又防摔 還有呢 你再配上了剛剛的那個 我們的 這裡有沒有 無線充電的磁吸充電架 你對位也會很清楚 如果呢 OK的話 你再多一個 行動電源 perfect 是不是全部都有 幹嘛 你上次這個 行動電源跟你的殼可以黏在一起 那他會不會放進包包裡 就很容易掉 哎呦 很緊張喔 很緊張 來 你要丟了嗎 打開打開 丟進去 好 好 在看什麼 好 不是說要實測嗎 而且你剛肚子超大的 不想給你看 給我看啦 哎呦 拿起來了 他是被我撥掉了啦 要我們再試一次 再甩一下 好 你拿 我拿起來 你看喔 自己看喔 自己看喔 黏好好的 我是拿後面 我連手機都沒碰到 OK 滾